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了心 比较冷门的惊悚片,混合 一辆红色操跑停在路边,两个小青年被他吸引 走过去轻轻一拉,门竟然开了,车钥匙也还在 小青年瞬间起了坏心思,把他开走,同伴也急忙上车 刚坐上车,车门突然自动关上,车钥匙也不见了中印 更可怕的是,车门被锁死,居然打不开了 随后就剩两人的惨叫声 操跑吃饱喝足后,变成了一辆普通轿车 穿梭在城市的道路上 交警赶到时,黑车基本报废,但里面空无一人 只能将其拖去了修车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修理工刚转过身,黑车居然恢复了原样 丝毫不像出过车祸的样子 镜头切到汽车的视角,居然跟蛇的视角一样 修理工有点迷糊了,难道是自己记错了 正准备离开时,身后传来奇怪的声响 在转身时,黑车居然不见了,这太坦妙的诡异了 再转身,黑车坐下在身后,走近一看 副驾驶的门已经打开,修理工坐上去检查车框 车门蒙的一关,将修理工的腿夹住了 这车脾气可真不小,看见人就怼 修车厂老板见修理工还不回来 就让其他人去找找,看这货是不是又躲在厕所抽烟 四人很快就发现那辆车 小美摸了摸引擎盖,发现了不对劲 这引擎盖有些发热,说明刚刚启动过 而且小美弯下腰时,听到里面居然传出心跳声 这时候通过镜头我们发现,机场里面的居然是一只怪物 就在帽子男想打开引擎盖检查时 一根触手伸出,死死累住了帽子男 将他拖进了车里,随后汽车启动 加速撞翻了小美,然后逃之夭夭 小美马上找到老板,告诉他这件事 老板说他在吹牛,可下一秒 黑车竟然缓缓超着重人死来 老板走向前去,同样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命令大胖把撬棍拿来,撬开了引擎盖 怪物四处追杀重人 最后被两辆车挡住,众人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怪物亲眼冲向在眼前,老板终于相信 可老板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怪物很值钱 如果能抓住他,肯定可以大赚一笔 小帅和大胖欣然同意 小美由于比较缺钱,也只能跟着一起干 过程还算顺利,他们困住了 变成紫色轻砍的怪物 可他们小瞧了这辆车,一个无挡起步 直接撞出了障碍,逃到了第二层 刚好遇到赶来了秘书大翠 大翠就这样被怪物追着跑 关键时刻小美赶到,骑着摩托车就走了大翠 怪物一看到手的鸭子飞了 也是疯狂地追着两人跑 大胖也有点刚,拿起扳手就想和怪物单挑 果然,大胖被碾死了 弄死了大胖后,怪物也受了伤 消失在黑暗中,这时其他人终于害怕了 他们想离开这里,却被催地发现 大门被锁上了,而钥匙也在刚刚跑路的过程中 给整丢了,没办法 现在只能和怪物干到底 小美发现,怪物也会受伤流血 说明想杀死他,也不是没有希望 他们用缅甸人抓老虎的方法 设置了一个陷阱 而怪物那边,他来到一个角落里 只见汽车开始变化 伪装成了另一辆车 没多大会儿,他就恢复了伤势 开始外出捕失 布置好陷阱后,小美便骑上摩托车 准备去引诱怪物 可他小瞧了怪物的智商 被怪物直接撞倒 关键时刻,小串拿着燃烧瓶出现 点燃了怪物 然后带着小美开始逃窜 大串拿着燃烧瓶,想上去帮忙 结果燃烧瓶弹了回来 反而把自己给烧了 然后掉进了陷阱里 怪物追了一会儿后 两人终于还是跑掉了 怪物也只能放弃追杀 接着,他们来到陷阱边 发现陷阱被一辆蓝色卡车堵住 小赛想把车挪走 却发现车上没钥匙 紧接着,他也被干掉了 原来,这辆车是怪物变的 接着,怪物直接撞向小美 往陷阱的方向急迟而去 终于怪物掉进了陷阱 小美也被他偷了下去 怪物这时也现出了原形 怪物终于被杀死 小美艰难地爬出了陷阱 老板也捡回一条命 接着,他打开大门 原来之前钥匙并没有丢 而是他为了用怪物来赚钱 不愿意给他们开门 可他们刚走出门 迎面而来的 却是几辆黑车 发出了真正低吼声 这怪物居然还是群居的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评分并不是很高 我想主要原因 是怪物的来历不明不白 电影中漏洞太多 这么大个修车厂 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口 不过作为怪物变成汽车 游荡在城市中捕猎 这个创意还是很不错的 片荒的时候,可以看一看